今天我们跟4S店约了试驾 等一会儿要去试驾一个新能源汽车 前两天跟亲戚聊天 他们说有一个新能源指标 最近不着急用 因为他们家已经有一辆汽车了 说看我没车不方便 说先给我们用 大伟一听 一下高兴坏了 终于可以买车了 肯定高兴 还是有一辆车比较方便 就是还是想买辆汽车 对啊 去哪都那个方便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4S店吧 太高兴了 走了 果果你喜欢这个吃吗 我感觉这款蓝色特别好看 颜色挺新的 这是P5 15万7 15万7 感觉也不过去 哎呀 好久不开车 真的手远扬了 上去感受一下 这个怎么这么拔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小兽顾问呆昂去诗家 现在是启动无人驾驶 要把这个车召唤出来 感觉太方便了 这样 神奇的时刻 果果 车俩没人 车自己出来了 发现了吗 直接拿那个遥控控制就行了 给你调到23度了 一档 副驾座椅加热开到最小了 都可以通过雨量进行控制 嗯 小月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个 风附台看起来特别的先进 功能特别多 是吧 哎呀 我的头发又可怠了 回忆你再给我洗个头呗 行 现在我去开一下试一下 跟温车导人一样的 全剑天窗 今天又下雨了 我们现在上五环开一圈 找到一个车位 是否开始自动驳车 这太方便了 小月自己可以倒扣 你应该放下来自己倒扣 就是上面 太环境不对的话 你看 把刹车放在踏板上 业绩情况下可以比较正式 嗯 对你这种刀铺比较难的人来说 对我这种女司机 对 特有帮助了 哎呀 做得特别正 可以是吧 对 这个博车完成了就 直接开会就行 把他车放地的 对 我走边直接出去就可以 我们刚刚试驾的是小鹏P7 然后旁边这辆星河子 这个是P5光 嗯 想了一下 参考一下价格 觉得还是这个P5更适合我们 嗯 它就是比P7小了 8公分 短了8厘米 对 然后宽度呢 斩了一点点 其实那个肉眼看 差别不大大小 然后呢价格就便宜多了 低配的话15万7 感觉咱们买这个15万多的就够了 你看上 你看上这车了没有 我看上了呀 挺好看的 咱们是不是再去比亚迪什么的 多看几个牌子对比一下 对 想一个性价比高的 那个 其实功能差不多 咱们就是带铺嘛 周边加周围开开 也不要求太多 我感觉太高兴了 出门终于有车了 终于有车了 我们现在又来比亚迪了 在这个比亚迪里面看看 小岳还是喜欢这种SUV 喜欢宽大型的 这个是比亚迪汉 你感觉怎么样 类似挺好的 类似挺好的 刚刚去比亚迪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车型 我们回去考虑个一两天 想想这个小朋友的P5 感觉冬天 出门没个车 就是比较受罪 因为骑摩托车的话太冷了 春天秋天夏天还行 大美说就是需要一个汽车 他每天没车开感觉 去哪都不方便